美国已故的总统甘乃迪千金卡洛林去年11月出任了驻日本大使 挟着甘乃迪家族的盛名在日本所到之处通通都先前了热潮 民众对这位优雅漂亮温柔的新大使是普遍抱持着好感 不过现在呢现在就有媒体说了近来这个卡洛林是有话直说 却是在在的挑战了日本的敏感神经